上午11点05分 试验动车从早庄启动 不到5分钟 列车的运行时速就达到了400公里以上 列车驶过速周站时冲出了486.1公里的最高时速 在第一次冲高后不久 高速动车组又进行了第二次冲速 时速也达到了480公里以上 11点39分 列车安全平稳地到达了蹦步南站 220公里长的测速试验段用时仅34分钟 整个试验表明我们在轮轨关系 攻网关系和流过偶合这三大关系上面 我们的高速铁路系统处在世界的领先水平 每小时486.1公里 这是继9月28号 护航高铁试运行创下的416.6公里的最高速后 在不到70天的时间里 中国高铁在此刷新 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速 随机电设计创下的416.6公里的最高速是220公里的最高速 519.9公里的最高速是210公里的最高速